也是危险的行为 台中有民众直击一台大货车载运铁皮屋搬家 途中遇到路旁的一根歪斜灯杆过不去 工人竟然冒着触电的危险 爬上车顶徒手摇晃推开灯杆以便通行 对此警方表示 由于影片昏暗 地点是不是在太平还在确认 而大货车载运铁皮屋 限高有没有违规也在理情 超扯超扯 大货车上载着整栋铁皮屋准备搬家 遇上一旁歪斜灯杆过不去 搬家工人竟然直接爬上屋顶 前后晃动拉扯灯杆 工人推开灯杆大货车缓缓顺利通行 但看看摇晃瞬间上头就是高电线 难道不怕触电民众站在一旁 简直惊呆 我前回忆这样给你 这个是不行的 搞不好会电人 搞不好电死都会 请专业的人 影片地点一试就在台中太平 研判一个是大货车行驶时 碰触到灯杆 为了赶紧通行 工人才会冒险 爬到货车上徒手 推开灯杆 我们后续建设局会先来进行 做一个紧急的修杀 他未来也会来针对行为人 来做一个求诚的动作 至于大货车载运铁皮屋 有没有违规 警方表示铁皮屋宽度超过车身不多 但高度超出许多 由于人在调查影片路段 若查出将厘清是否违规 不排除进行开阀 接下来我们下红杰明 台中蔡武道